慈濟大學一千三百多名住宿生 緊急疏散到空曠處 還有民眾在車上休息 不敢睡也不敢回家 全因為地震不斷 生怕防務會承受不住 發生危險 根據地震測爆中心資料顯示 從22號下午連續多起地牛翻身 都屬於極潛層地震 其中23號清晨4點52分 規模5點3地震 深度只有1點6公里 8點04分 規模5點8地震 深度也只有2公里 連地質學者都說不尋常 誘發出過去在受封群震之後 一些比較破裂的地方 所以深度不會很深 從921大地震累積經驗分析 地震測爆中心提醒 04 03花蓮地震之後 半年到一年內可能還會有餘震 而且目前只是剛開始而已 地震專家提醒 請民眾做好防震準備 接下來震感恐怕會越來越明顯 大臥新聞鄧映中 台北